目前街頭健身,能夠上台,我們都希望是正大方面的一步 我不是靠你什麼小手動作 街頭健身你沒有一定的機力,你沒有辦法享受到達成招式的那種感覺 所以會留下來在我們這邊的人,都是對這項運動有很本身的熱情 他們願意來這裡,他們本身就因為喜歡而聚在一起 街頭健身,源起於俄羅斯、烏克蘭等地 是一項結合徒手訓練與極限體操的新興運動 它不需要均勵在特定場所與器材上 主要是使用公園或公共設施進行體能鍛鍊 街頭健身不僅代表了一定的運動哲學與生活方式 也是現代城市文化的一部分 街線社群很小,但是連結性很小 我們會去交流我們的招式 然後我們會去交流我們訓練的方式 那我覺得這個是街頭健身最吸引我的地方 真正讓我很堅持一直辦團練的原因 就是與人的部分 我覺得他們會有相對其他運動更強的自豪感 因為街頭健身他的動作感度真的很高 應該說我不是說其他運動難度不高 但其他運動他們不是這麼一翻兩正眼的成果 所以街頭健身的招式要嘛你做得出來 要嘛你做不出來 你必須要練到你能夠做得出來為止 我會有信心可以去征服一些別人覺得很不合理的事情 就是只要你一步一步來不合理的事情 它其實都是有機會可以達到的 我個人的看法是目前街頭健身 如果我們指的是我最終講狹義的街頭健身 飛來飛去啊一些超人動作 這個東西這個積極運動的話 我覺得它是沒有辦法變大 就是這是我這麼多年來 還有接觸很多次文化的感想 次文化為何為次文化 它是有原因的 那為什麼它會沒有辦法變大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它門檻真的太開了 所以台灣很難有場地可以讓你去征服 我希望有很好的場地可以讓大家來玩街頭健身 街頭健身真的好玩 如果你真的能夠玩到那個程度 它是會讓你上來 現階段我個人的話是 我希望這個團隊可以持續下去 大家可以一直有人來玩 然後可以在這個禮拜三的晚上 得到一點工作之外的一點 就是你知道舒服 我覺得就夠 其實對我來說我覺得這就很滿足了